一個是航武出身 但是貢獻了不起 第三個 孤賢龍會補貞 但是我個人覺得他還是有貢獻 因為你如果知道台北孔子廟 出錢出最多的是孤賢龍 台北龍山是出錢之外 或者說他取之於社會 他有用之於社會 他是一個有錢的人 日本人對他特別優厚 給他嚴的專賣 但是他也不會說因為他賺了那麼多錢 他一毛不拔 他對台灣在大政連結的一些公益 是有公益 我舉出這個給你看 孤賢龍 我們看他的領相 方頭大的 可能上也是一個人物 剛才游民船 還有那個沈寶貞 他是方頭大的 哇 他勳章很多耶 好 這個我們今天不談這個 但是我要讓你知道他的故事 他的建築物有好多多 其中陸董那個蓋的更漂亮 陸董呢 等下我們一看 那台北這個呢 因為他後來 這是他岩館 後來他這個走廊給他裝了玻璃 然後裡面當成幼稚園 榮興 幼稚園 所以這個改變上面的這些裝飾也都拿走了 現在感覺上比較單調